周三,如约而至,大千居士的画作展览也拉开了序幕。 清早,黎孝没有去展厅,依然准时抵达了科研所。 和往日不同的是,他耳朵上戴了个蓝牙耳机。 瞧瞧,昨天你和宋警官一起过来,有些话我也没好意思多说。 干爹想说什么? 这个墨绝的详细资料,我已经看过了。 你不觉得奇怪吗?多次的盗窃记录,几乎全都是名话。 你是怀疑我二哥? 瞧瞧,你也别怪干爹多嘴啊。 我昨晚就让人查了你二哥的出行记录。 上周送警官抵达南洋的那天,你二哥也回来了。 警方办案向来不相信巧合,所以…… 干爹放心,不是他。 你确定? 我确定,他不是墨绝,林二没有那个能耐。 废枝红剑离笑言之凿凿,只能压下心里的怀疑,又叮嘱了他几句,这才挂了电话。 万赖俱气,时间转眼就到了半夜一点。 一离在夜色中的国家会展中心,只有几盏照明灯,暈暈在四周。 三楼便是本次大千居室现存画作的展览区。 此时,一道穿着黑色夜行衣的身衣,蹲在展区外的廊下。 他手里拿着一个四方的小仪器,手指快速操作着什么。 随着时间流逝,他仰头看了眼监控。 随着红灯微不可查地闪烁了一下,他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。 与此同时,楼外停车场一辆黑色商务车内,以离笑为首的五子,分散着坐在车厢里。 夏思余的腿上放着电脑,盯着画面三秒后,他咋舌道,这监控入侵的方式好霸道。 已经入侵了? 不止入侵了,他还加了一道防火墙,想反攻他现在的监控锁地,最少需要五分钟。 那你攻啊? 我会吗?这事以前都是尹老二干的。 你不知道他死哪儿去了,六局也一直找不到人。 电脑给我,夏思余把电脑递到李翘手里,几个人瞬间就凑了过来。 宰子真棒,你是不是拍马屁进的国际刑警组织,你拍一个看看。 不到三分钟,李翘反攻了对方的监控锁定系统,随着分屏画面重新显示在电脑上。 大家也终于看到了游走在展厅里那道雌雄难辨的身影,但仅仅过了十秒,对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 他贴着墙壁低下头,按了按手里的小仪器,很快监控黑了。 他就是魔爵。 怎么回事?他加了木马,监控室的电脑中毒了。 这么高端?